谈论不同剧情看尽人生百态 大家好 欢迎来到女汉子说电影 超能力是每个人都想拥有的 可有了超能力 你会选择做什么呢 今天小编就为大家带来一部 男子意外获得超能力 却到夜总会表演节目赚钱的搞笑电影 电影的一开始 一个炸鸡店上了电视 只因为他们做的炸鸡超级棒 晚上一伙人就来到了这儿 原来他们是拆迁队的 目的就是为了这一片的地 可商户们不肯 这才上演了争夺战 最后小微的母亲还被强拆队 意外的摔死了 这边一个流星落到了地面 从里面流出了一股液体 渗入地下水源 而带有液体的水 正好被一个叫做阿深的男人给喝了 他本来还以为水变质了 就没有在意 阿深是个渣男 他因为赌博欠下了巨债 无力偿还的他就离开了家 在其他城市当了一名小保安 满身油腻的他 整天爱做的就是占清洁工阿姨的便宜 工作一天之后 他来到了小吃摊解决晚餐 可没一会儿功夫 他就感觉肚子疼 就在他忍无可忍的时候 随口就喊出来 没想到身边的桌椅 竟然被他的叫声给弹开 当然他并没有注意到这些 而是昏迷了过去 店主看他睡着 就让他付钱走人 到家之后 他接到了女儿的电话 原来他是小微的父亲 而开发商也早就买通了政府 说小微的母亲是自己失足摔死的 阿深虽然知道一切 并没有报仇的想法 还想带着小微离开这里 这种弱诺的表现让小微很是嫌弃 是啊 这种连妻女都不能保护的男人 要他有何用 本来想独自离开的阿深 回想起女儿鄙夷的眼神 就气不打一处来 结果直接掀翻了旁边的垃圾桶 他这才发现 身体里有一股莫名的力量 回到家的他就拿着打火机练习 没想到竟利用自己的念力 让打火机回到了手中 可他还没有学会使用 结果弄得满屋子东西乱飞 他知道自己一定是拥有了超能力 于是就来到了夜总会 在老板面前表演了一通魔术 最后成功在这里大赚了一笔 回来后 他还在女儿面前炫耀 说自己有超能力 以后可以保护他了 可女儿依然希望为母亲报仇 但他还没有走多远 拆迁队的人全部拿着武器冲了进来 就像鬼子进村一样 无恶不作 眼看女儿马上就要有危险 阿深二话不说跑了进去 拥有超能力的他 轻轻松松就把坏人给打翻了 这一下子 就让他从一个废人变成了一位英雄 小微也因此对他另眼相看 之后 阿深还利用超能力 在街道口建立了一堵围墙 开发商大老板 在知道小弟还没有处理好事情后 大发雷霆 在得知阿深有超能力之后 就利用关系 让警察把他抓了起来 而他们则集结武装力量 轻轻松松就推到了阿深 阿深建的围墙 阿深被抓进警局之后 大老板还想用金钱招募他 他本来已经心动 但一想到女儿嫌弃的眼神 他就果断地拒绝了 之后 他在电视上看到了自己的家园 正在被武装力量强拆 于是爆发了体内的洪荒小宇宙 直接用念力挣脱了束缚 还把警察局的大楼给拆了 看到这一幕的大老板 佩服得五体投地 之后 阿深直接一个跳跃 再加上快跑 很快就来到了事发地点 并顺利地救下了被警察推下楼的邻居 之后以一级之力 和警察大军对抗 就这样 左手一挥 右手一甩 把警察打得爹妈都不认了 最后还成功救下了摔下楼的小微 警察们再看到有这样的超人 也不敢乱动 可阿深知道 这拆迁的千年难题 想要得到有效的解决 只能依靠政府 于是 他打伤了开发商 自己则心甘情愿 被警察带走 之后 所有的商户都得到了拆迁款 阿深也在做了四年牢之后 被放了出来 这时的小微 已经拿到了拆迁款 重新开了一家炸鸡店 回到家的阿深 也利用自己的超能力 帮小微为客人们端茶倒水 从此过上了幸福快乐的人生 如果你也有了这种超能力 第一件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期待你的神回复哦 感谢收看本期的视频 喜欢的不要忘记 关注转发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